党的十八大以来 每年春天 习近平总书记都会同首都各界一同指数 率先垂范带头指数 强调加强生态保护 坚持绿色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国土绿化事业 引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 全党全国人民 向着建设绿色家园的美丽梦想 拼搏奋进 塞罕坝机械林场 位于河北省最北部 内蒙古高原浑山达克沙地南远 这里曾经是黄沙遮天日 飞鸟无期数的荒漠沙地 1962年建厂以来 一代代塞罕坝人 创造了荒原遍临海的人间奇迹 铸就了牢记使命 艰苦创业 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 宋盈盈 1990年出生于 塞罕坝机械林场 北曼殿分厂 2012年8月 回到林场工作 从懵懂的孩童到林场员工 他见证了塞罕坝的变化 一直以来呢 我对父亲工作的印象是 一年有365天 有将近300天的时间需要在山上 皮肤晒得有黑 每天回到家的时候都是满山的灰尘 但是也后来渐渐地明白 原来 批用我们生活的每一片树林 都是像需要我父亲这样 普通的塞罕坝人 用责任和担当来守护的 一代代人凝聚的塞罕坝精神 在宋盈盈的心中生根 十多年来 她工作第一年 跟班作业的落叶松林 树高早已超过了她的身高 十多年来 我们的工作方式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刚刚参加工作的我 上山工作还需要背着纸质板地图 拿着手持GPS 根据比例尺 进行林班和小班的判定 如今 一部手机就能够精确地定位标记 回去绘制生产作业方案 比过去要变得轻松和简单 作为塞罕坝第三代武林人 我和其他年轻同事一起 很幸运地 站在老一辈乌林人的肩膀上 我们身上的责任很重 我们要努力地发扬 和传承塞罕坝精神 展现青年一代的担当和使命 黑龙江省一春市 被称为中国邻都 红松故乡 一春境内的五营红松林海 是国家级森林公园 红松集中保护区 2004年 小新安邻邻区全面停伐红松 曾经的森林耗子 也随着听伐销声匿迹 顺山荡 崔建华是一个林三代 他的祖父采伐红松 父亲保护红松 他把红松的故事 讲给任文庆 我爷爷呢 当时在林场啊 可以说什么活都干过 伐木啊 抬木头啊 龟楞啊 到了我爸爸这辈子呢 他是森林公安 我爸爸就是保护红松 那个时候啊 这红松呢 他就不让人碰了 等到我呢 到林场工作以后啊 和父辈们一起植树造林 风山御林 近年来 当地落实总书记如托 大力发展生态保护 截至2023年底 实现森林覆盖率达83.8% 通过青鸡制育苗 和苗木嫁接 快速繁育红松林 做好旅游开发的同时 发展红松子产业 崔建华向父辈们 学习了森林耗子 通过对森林文化的传承 让游客们通过互动 对红松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开杠的时候呢 大家这个时候就抠个 抠杆 说哈呀 挂钱啊 说顿吹哈要 这药刀就挂好 说挺起个药 药 各位林三代 我们这代人呢 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巩固我们的绿色屏障 让红松林呢 变得更有升级 为人们呢 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与财富 春季 为内蒙古赤峰市 喀拉近期 中南部的马鞍山林场 铺满绿色 一派生机昂然 临近清零节 天气干燥 防火任务严峻 王宇涵每天四点起床 到卡口防火值班 严防自灵火灾发生 小时候跟父亲来马鞍山的时候 就是马鞍山以前都是一片一片的荒山 经过我爷爷还有父亲他们的不断造林 马鞍山逐渐绿化 后林员这份工作看似平凡 但是它在平凡之中 有不平凡之处 我们为助劳祖国北疆 生态安全屏障 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我觉得我身上的责任 还是沉甸甸的 我们这么好的资源 还有绿色生态 吸引了很多游客 当地的村民也开始 逐步发展了农家乐 卖起了山货 给当地村民增加了收入 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 如今马鞍山林场森林覆盖率 达到了95.2% 时代各有不同 青春一脉相长 一位被林三代 站在老一辈物林人的肩膀上 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展现青年一代的担当 生动践行者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